第008回 盼情郎家人占鬼卦 烧夫林和尚听银声 词曰 红薯卷窗纱 睡起半托罗妹 和四等闲睡起 到日高还未 催花阵阵御楼风 楼上人难睡 有了人一个 在眼前心里 话说西门庆自取了御楼在家 燕耳新婚 如交四期 又一尘宅使闻嫂来通信 六月十二日就要娶大姐过门 西门庆匆忙促及传造部出床来 就把梦浴楼陪来的一张南京苗金彩妻拔布床陪了大姐 三朝九日 足乱了一个多月 不曾往潘金莲家去 把那妇人每日门已变 眼望穿 使王婆往她门首去寻 门首小司知道是潘金莲使来的 多不理她 妇人盼得紧 见婆子回了 又叫小女儿接上去寻 那小妮子怎敢入她身宅大院 只在门首学探 不见西门庆就回来了 来家被妇人也骂在脸上 怪她没用 便要叫她跪着 饿到晌午 又不与她饭吃 此时正值三福天道 妇人亥热 吩咐迎儿热下水 伺候要洗澡 又做了一笼果线肉饺儿 等西门庆来吃 身上指着薄纱短衫 坐在小凳上 盼不见西门庆到来 骂了几句负心贼 无情无序 用掀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袖鞋而来 试打一个相思挂 正是 逢人不敢高声语 暗补金钱问远人 有 山坡羊为正 凌波罗袜 天然生夏 红云染就相思挂 四偶生涯 如连泄化 怎生缠得歇而大 柳条儿比来刚半叉 她不念咱 咱何曾不念她 倚着门 四下帘 敲呀 空叫奴贝尔里叫着她那名骂 你怎练烟花 不来我家 奴眉儿淡淡教谁话 何处绿羊拴进马 她辜负咱 咱何曾辜负她 妇人打了一回相思挂 不觉困倦 就在床上顿睡着了 约一个时辰醒来 心中正没好气 盈儿问 热了水 娘洗澡也不洗 妇人就问 脚蒸熟了 拿来我看 盈儿连忙拿到房中 妇人用先手一数 人做下一扇龙三十个脚 翻来覆去 只数得二十九个 便问 那一个往那里去了 盈儿道 我并没看见 只怕娘错数了 妇人道 我亲数了两遍 三十个脚 要等你爹来吃 你如何偷吃了一个 好交太淫妇奴才 你害缠老缠匹 心里要想这个脚吃 你大碗小碗闯倒不下饭去 我坐下孝顺你来 便不由分说 把这小妮子显包去身上衣服 拿马鞭子打了二三十下 打得妮子杀猪般也四脚 问着他 你不承认 我定打你百数 打得妮子急了 说道 娘休打 是我害恶的荒 偷吃了一个 妇人道 你偷了 如何赖我错数 眼看着就是个牢头祸根淫妇 有那王八在时 清学重告 今日往那里去了 还在我跟前弄神弄鬼 我只把你这牢头淫妇 打下你下节来 打了一回 穿上小衣 放她起来 吩咐在旁打扇 打了一回扇 口中说道 贼淫妇 你输过脸来 等我掐你这皮脸两下子 那妮子 睁个梳着脸 被妇人尖指甲掐了两道血口子 才饶了她 两久 走到静台前 从新庄点出来 门帘下站立 也是天价其变 只见戴安夹着毡包 骑着马 打妇人门手经过 妇人叫住 问她往何处去来 那小司说话乖绝 常跟西门庆在妇人家行走 妇人常与她些浸润 以此划熟 一面下马来 说道 俺爹使我送人情 往守备府里去来 妇人叫进门来 问道 你爹家中有甚事 如何一向不来棒个影 想必另续上了一个心田的姊妹了 戴安道 俺爹再没续上姊妹 只是这几日家中事忙 不得脱身来看六仪 妇人道 就是家中有事 那里丢我弄个半月 因信不送一个 只是不放在心儿上 因问戴安 有什么事 你对我说 那小司兮兮只是笑 不肯说 妇人见戴安 笑得有音 玉丁锦问道 端得有甚事 戴安笑道 只说有春事罢了 六仪只顾吹毛求疵问怎的 妇人道 好小有嘴儿 你不对我说 我就挠你一声 小司道 我对六仪说 六仪修对爹说是我说的 妇人道 我绝不对他说 戴安就如此这般 把家中取梦玉楼之事 从头至尾告诉了一遍 这妇人不听便罢 听了油布的猪肋顺着香腮流浆下来 戴安慌了 便道 六仪 你原来这等量窄 我故此不对你说 妇人已定门 尝她了一口气 说道 戴安 你不知道 我与她从前以往那样恩情 今日如何一旦抛闪了 止不住纷纷落下泪来 戴安道 六仪 你何苦如此 家中俺娘也不管着她 妇人便道 戴安 你听告诉 乔才心邪 不来医院 奴秀冤亲矿了三十夜 她翘心而别 俺痴心而呆 不和江源十分热 常言道容易得来容易舍 心 过也 缘 分也 说必又哭 戴安道 六仪 你休哭 俺爹怕不也只在这两日 他生日带来也 你写几个字 等我替你烧去 与俺爹看了 必然就来 妇人道 事必累你 请得他来 到明日 我做双好鞋与你穿 我这里也要等他来 与他上寿礼 他若不来 都在你小油嘴身上 说必 令婴儿把桌上蒸下的脚 装了一叠 打发戴安儿吃茶 一面走入房中 取过一幅花间 又轻粘玉管 款弄羊毛 虚语 写了一首寄生草 词曰 将奴这支心话 付花间寄予他 想当初截下青丝发 门儿已变帘下 受了些没打弄的丹惊怕 你经过是负了奴心 不来还我香罗怕 写就 叠成一个方圣儿 封平荡 赴予戴安收了 道 好歹多上赴他 待他生日 千万来走走 奴这里专望 那戴安吃了点心 妇人又与数十闻钱 临出门上马 妇人道 你到家见你爹 就说 六姨好不骂你 他若不来 你就说 六姨到明日 做轿子亲自来礼 戴安道 六姨 自吃你卖粉团地撞见了敲板 蛮字叫冤屈 麻烦割胆的账 说必 骑马去了 那妇人每日长等短等 如时辰大海 七夜将近 到了她生辰 这妇人挨一日四三秋 盼一夜如半夏 等得咬无音信 不绝银牙暗咬 星眼流波 至晚 只得又叫王婆来 安排酒肉与她吃了 巷头上拔下一根金头银簪子与她 央往西门庆家去请她来 王婆道 这早晚 茶前酒后 她定也不来 待老申明日亲早请她去吧 妇人道 干娘 是必记心 休要忘了 婆子道 老申管着那一门 肯误了够当 这婆子非前而不行 得了这根簪子 吃得脸红红 归家去了 且说妇人在房中 香薰冤备 款踢银灯 睡不着 短碳长淤 正是 得多少琵琶夜酒殷勤弄 寂寞空房不忍谈 于是 独自弹着琵琶 唱一个 绵搭续 谁想你另有了群差 气得奴似罪如痴 写已定 唯凭故意而猜 不明白 怎生丢开 传书记简 你又不来 你若负了奴的恩情 人不为仇天降灾 妇人一夜翻来覆去 不曾睡着 八道天明 就是盈儿 过见地 乔王奶奶 请你爹去了不曾 盈儿去不多时 说 王奶奶老早就出去了 且说那婆子早晨出门 来到西门庆门首探问 都说不知道 在对门墙脚下等够多时 只见傅伙计来开铺子 婆子走向前 道了万福 动问一声 大官人在家吗 傅伙计道 你老人家寻他怎滴 早是问着我 第二个也不知他 大官人昨日受淡 在家请客 吃了一日酒 到晚拉众朋友往院里去了 一夜通没回家 你往那里去寻他 这婆子拜祠 出现前来到东街口 正往沟兰那条巷去 只见西门庆骑着马远远从东来 两个小厮跟随 此时素酒未醒 醉眼摩缩 前和后仰 被婆子高声叫道 大官人 少吃鲜儿怎滴 向前一把手把马脚环扯住 西门庆最终问道 你是王甘娘 你来想是六姐寻我 那婆子向他耳畔低言 道不数句 西门庆道 小四来家对我说来 我知道六姐挠我理 我如今就去 那西门庆一面跟着他 两个一地一句 整说了一路话 笔集道 妇人门首 婆子先入去 报道 大娘子恭喜 还亏老身 没半个时辰 把大官人请将来了 妇人听见他来 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般 连忙出房来迎接 西门庆摇着善儿进来 带酒半憨 与妇人畅诺 妇人还了万福 说道 大官人 贵人惜见面 怎滴把奴丢了 一向不来半个影 家中新娘子陪伴 如交四期 那里想起奴家来 西门庆道 你嗅听人胡说 那讨什么新娘子来 因小女出嫁 忙了几日 不曾得闲工夫来看你 妇人道 你还哄我理 你若不是怜心去救 另有别人 你指着望跳身子 说个事 我方信你 西门庆道 我若负了你 生晚来大钉窗 害三五年黄病 扁淡大驱钉口袋 妇人道 负心的贼 典淡大驱钉口袋 管你甚事 一手向她头上 把一顶新英子瓦棱帽儿搓下来 望地上纸一丢 慌得王婆地下驶起来 替她放在桌上 说道 大娘子 只怪老身不去请大官人 来就是这般的 妇人又向她头上拔下一根簪儿 拿在手里观看 却是一点油巾簪儿 上面细着两六字 金勒玛丝方草地 御楼人最幸花天 却是孟玉楼带来的 妇人猜做那个唱的送她的 躲了放在袖子里 说道 你还不变心理 奴于你的簪儿那里去了 西门庆道 你那根簪子 前日因酒醉跌下马来 把帽子落了 头发散开 寻食就不见了 妇人将手在向西门庆脸边谈个想斐子 道 哥哥 你醉得眼嫩花了 哄三岁孩儿也不信 王婆在旁插口道 大娘子休怪 大官人 她离城四十里见蜜蜂儿刺史 出门交塔像半了一跤 原来去远不去近 西门庆道 仅自她麻烦人 你又自作耍 妇人见她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撒金 金钉脚穿事 那儿 取过来盈亮处指一照 原来妇人酒冠之风月中是 剑扇上多是雅雅的碎眼 就疑是那个妙人与她的 不由分说 两把蛇了 西门庆旧时 已是扯得烂了 说道 这扇子是我一个朋友不知道送我的 一项藏着不曾用 今日才拿了三日 被你扯烂了 那妇人奚落了她一回 只见盈儿拿茶来 便叫盈儿放下茶托 与西门庆磕头 王婆道 你两口子压锅了这半日也够了 修药物了够到 老身除下收拾去也 妇人一边吩咐盈儿 将预先安排下与西门庆上售的酒窑 整理停档 拿到房中 摆在桌上 妇人向香中取出与西门庆上售的物事 用盘盛着 摆在面前 与西门庆观看 却是一双悬色段子鞋 一双挑线香草边蓝 松竹梅花碎寒三有酱色段子护兮 一条沙绿路愁 水光圈里儿子献大 里面装着牌草玫瑰花兜堵 一根病头连伴尊儿 三儿上戏着五言四句诗一首 云 奴有病头连 赠与君观计 凡事同头上 切勿倾向气 西门庆一见满心欢喜 把妇人一手搂过 亲了个嘴 说道 怎知你有如此聪慧 妇人娇盈儿直胡珍一杯与西门庆 花枝昭阳 插竹也似磕了四个头 那西门庆连忙拖起来 两个并肩而坐 交杯换盏饮酒 那王婆陪着吃了几杯酒 吃得脸红红的 告辞回家去了 二人自在娶乐玩耍 妇人陪伴西门庆饮酒多时 看看天色晚来 淡见 蜜云弥婉秀 暗雾所长空 群星与昊月争辉 绿水共青天同壁 僧头古寺 身临中嚷嚷鸭飞 客奔荒村 驴巷内汪汪全废 当下西门庆吩咐小厮回马家去 就在妇人家歇了 到晚夕 二人尽力盘缓 淫欲无度 长言道 乐极生悲 光阴迅速 单表武松自领之县疏离驼淡 离了清河县 进到东京诸太尉处 下了疏离 交割了香驼 等了几日 讨得回书 领一行人取路回山东而来 去时三四夜天气 回来却淡数新秋 路上与水连绵 迟了日线 前后往回也有三个月光景 在路上行网坐卧 只觉得神思不安 身心恍惚 不免先拆了一个土兵 预报与支县相公 又私自记一封家书 与他哥哥武大 说他只在八月内准环 那土兵先下了支县相公饼帖 然后进来抓寻武大家 可可天价其变 王婆正在门守 那土兵见武大家门关着 才要叫门 婆子便问 你是寻谁的 土兵道 我是五都头差来下书与他哥哥 婆子道 五大郎不在家 都上坟去了 你有书信 交与我 等他回来 我低与他 也是一般 那土兵向前唱了一个诺 便向身边取出家书来交与王婆 忙忙齐上头口去了 这王婆拿着那封书 从后门走过妇人家来 原来 妇人和西门庆狂了半夜 约睡至饭时还不起来 王婆叫道 大官人 娘子起来 和你们说话 如今 五二差土兵记书来与他哥哥 说他不久就到 我接下 打发他去了 你们不可迟滞 需要早做尝变 那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 听了此言 正是 分门八块顶两股 倾下半桶冰雪来 慌忙与妇人都起来 穿上衣服 请王婆到房内坐下 取出书来与西门庆看 书中写着 不过中秋回家 二人都慌了手脚 说道 如此怎了 甘娘遮藏 我每则各 恩有重报 不敢有望 我如今 二人情深似海 不能相舍 五二纳斯回来 便要分散 如何是好 婆子道 大官人 有什么难处之事 我前日已说过 又嫁游亲 后嫁游申 古来书嫂不通门户 如今 五大已百日来到 大娘子请上几个和尚 把这灵牌子烧了 趁五二未到家 大官人一顶轿子取了家去 等五二纳斯回来 我自有话说 她敢怎滴 自此 你二人自在一生 岂不是庙 西门庆便道 甘娘说的是 当日西门庆和妇人用碧早饭 约定八月初六日 是五大百日 请僧烧灵 初八日晚 娶妇人家去 三人记忆已定 不一时 带安拿马来接回家 不在话下 光阴四见 日月如梭 又早到了八月初六日 西门庆拿了数两岁银钱 来妇人家 教王婆报恩寺 请了六个僧 在家坐水路 超度五大 晚西除灵 道人头五更就挑了精弹来 铺陈道场 悬挂佛像 王婆伴厨子在灶上安排斋供 西门庆那日就在妇人家歇了 不一时 和尚来道 遥想灵楚 打动古博 讽诵精颤 宣扬法事 不必细说 且说潘金莲怎肯斋戒 陪伴西门庆睡到日头半天 还不起来 和尚请斋主念香签字 正蒙礼佛 妇人方才起来梳洗 瞧素打扮 来到佛前参拜 众和尚见了五大这老婆 一个个都迷了佛性缠心 关不住心人一马 七颠八道 苏成一块 但见 搬手轻狂 面佛号不知颠倒 唯魔昏乱 宋经言启故高低 烧香行者 推倒花瓶 丙竹投驼 勿拿香合 宣蒙表白 大宋国错称作大唐国 颤醉舌离 五大郎纪念五大娘 长老心忙 打鼓借拿徒弟手 杀弥情荡 庆锤敲破老僧头 从前苦行一时修 万个金刚降不住 妇人在佛前烧了香 签了字 拜礼佛币 回房去 依旧陪伴西门庆 摆上酒席婚星 自趣取乐 西门庆吩咐王婆 有事你自答应遍了 修叫她来锅造六姐 婆子哈哈笑道 你两口只管受用 由着老娘和那秃丝禅 且说从和尚见了五大老婆乔母乔样 多记在心里 到五斋王寺中歇赏回来 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饮酒作欢 原来妇人卧房与佛堂只隔一道板壁 有一个僧人仙道 走在妇人窗下水盆里洗手 忽听见妇人在房里颤声柔气 深深吟吟 哼哼唧唧 恰似有人交够一般 遂推洗手 立住脚听 只听得妇人口里喘声呼叫 打打 你只顾打到几时 只怕和尚来听见 饶了奴 快些丢了吧 西门庆道 你且修慌 我还要在盖子上烧一下里 不想都被这秃丝听了个不亦乐乎 落后众和尚到齐了 吹打起法师来 一个传一个 都知妇人有汉子在屋里 不觉都守之五之 足之倒之 临佛是晚满 晚夕送灵化才出去 妇人又早除了孝季 当时把灵牌并佛烧了 那贼突冷眼瞧见 帘子里一个汉子和婆娘 隐隐绰绰并肩站着 想起白日里听见那些勾当 只顾乱打鼓 搏不住 被风把长老的僧家帽挂在地上 露出青悬悬光头 不去时 只顾搏打鼓 笑成一块 王婆便叫道 师父 纸马已烧过了 还只顾打怎滴 和尚答道 还有纸炉盖子上没烧过 西门庆听见 一面令王婆快打发趁前与她 长老道 请摘主娘子谢谢 妇人道 甘娘说免了吧 众和尚道 不如饶了吧 一起笑的去了 正是 隔墙须有耳 窗外起无人 有诗为证 淫妇烧灵志不平 蛇离窃臂听吟声 果然 佛法能消罪 王者闻之亦惨魂